4月22日,从过多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显示可知,当前热度最高的五部网剧如下,顶边不是海棠红,以全网热度75.27分领跑热度榜。 我是于欢水,以全网热度74.95分领随其后,全世界最好的你,以全网热度74.16分,几近前三。 长安少年行,以全网热度69.63分叠至第四。 龙岭尼窟,以全网热度66.62分变地榜单。 下面,笔者就榜单五部热播网剧,给大家做个点评,看下是否有你在追的那一部。 1.顶边不是海棠红热度,度75.27分,这是一部首有的单昧小说,改编成电视剧,却没有一点单昧剧情。 2.两位男主之间是纯粹的友情和知己,我觉得很难得,算是改编得很成功了。 尹正和黄晓明的在这部剧的表现都非常出彩,人设也相当让人喜爱。 少一星是因为结尾部分剧情有点拖河了,而且有些人物强性大了结。 3.但是总体是非常好看的,值得一看。 2.果实于观水热度,74.95分,即便后面两集略拖沓,但掩盖不了全剧的光辉,给五星的好评不怕你骄傲。 2.中年男女人,面临妻子的嫌弃,房车的压力,上司的剥削,同事的使唤,真的好惨啊。 3.从前六集看到了很多社会真实的一面,福地摩姐姐和小鲜的弟弟,不明是非,只想撇清责任的老师,一部剧,读懂这个社会。 3.三亿首次试水的网剧还是麻成功的,希望国内能多出一些这样短小鲜汉演技家的剧集。 3.全世界最好的你剧了度,74.16分这部《全世界最好的你》,关于青春,也像童话,一部一日悠长的童话。 4.青春剧在某种程度上很像童话,有人觉得纯正美好,有人觉得不够现实。 5.而戏剧作品往往是虚构作品,充满幻想和夸张,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5.这样的作品,往往具有很强的代表。 6.性和广泛性,人与现实生活,也高于现实。生活那么苦,时常需要一点钱。 4.长安少年型热度,69.63分刚刚热播不久,就有如此热度,确实是值得肯定,同时也可以预料到具集受欢迎程度。 5.但是随着剧情深入发展后,出现了的两极话口碑,同样也是有目共睹。 5.特别是剧情上,太令人尴尬了,开称古代烈火军校。 5.全剧男的都围着女子转,他们的作用就是推动女主和男主发展,而男儿与女主感情线莫名其妙,总是拼离实际,流于套路。 5.气了。 5.龙岭迷枯热度,66.62分,虽然热度差遗憾电底,但是剧集质量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5.比起上一部怒情相吸,这一部节奏更好,镜头表现力更棒,看出导演水平真的是在飞速进步,而且是很认真的想拍好这部剧。 5.三人组是这几部里最喜欢的搭配,古巴一体重带稳,胖子腰华一气,杨参谋英姿发爽。 听说这个组合会延续到后边母部,真是好消息。 对于以上热播的五部网剧,大家是否还有其他看法和点评? 马自不易,欢迎关注点赞,留言讨论。 字幕志愿者 刘仇